大家好 我是Kyoge 又來到星期一 今天會說和上星期五 很相似的兩個文型 其中一個文型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這個 というのわ 前面是跟著一個名詞 它的意思是所謂的 即是表示對事物定義的意思 例如有些小型形式 大家會不明白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文型 後面再解釋一下 例如我們看一個例子 你就會明白 例如第一個 五百歌歌合成 というのは NHKが毎年 12月30日のように 生放送する 音楽番組のことです 紅白歌唱大賽 大家應該都知道是什麼 但如果你的朋友 不知道它是什麼 你可以用這個文型 解釋一下 就是NHK每年12月31日 生放送 即是Live 現場放送 的音樂節目 來的 也可以用這個 というのわ 就不用 というのわ 這麼長的文型 如果你想解釋 對這個事物的定義的時候 可以說 とだいとは ときょうだいあくのことだ 你可以解釋一下 東大 其實就是東京大學的意思 這樣 然後第二個接続 就是 というのわ 只要一句句子 最後加上 カラダ 或者ノダ 表示它的原因 ノーマット 是因為ノーマット 的意思 這裡多數用在口語 你要用書面語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用 なぜなな もももも カラダ 這樣 例如我們看看第一句例子 カラオケにはあまりいかないよ というのは 人前で歌を歌うのが 苦手なんだ 它就說 我不是怎樣去唱卡ラオケ 因為我不擅長在人前唱歌 大家就看到 這裡寫著というのは 是因為 然後他後面就解釋 因為他唱得不好聽 所以他就不太好去卡ラオケ 這裡見到 うんだ 如果大家記得 這個文型 是N5 還是N4 的時候學的 亦都是表示 原因的意思 即是有色彩的意思 所以這裡用うんだ 也可以 第二個要講的文型 就是 というほどではない 或者 というほどでもない 前面就是 動詞普通形 い用詞 な用詞 或者名詞 加 というほどではない 或者 というほどでもない 就表示 沒有達到那個程度 好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ちょっと辛いが 食べられない というほどでもない 雖然有些辣 但是 味道不能吃的地步 即是 例如十八加薯片 真的好辣好辣好辣 但對於有些人來說 都可以吃的 其他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文型 這個文型 表示 程度並不算很高 今天就來到這裡 其實這幾天的文型 都蠻好記的 就是 你只要 雖然好像很長 但是 你只要懂得解 每一個三字 然後再把它拼合 就明白文型的意思 譬如 今天講的 という 就是 形容 解釋 那件事情 科度 是程度 所以 というほど 是否定型 大家就會理解到這個文型 というほどでもない 就是 表示 所說的 程度 就不太高 對 不知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簡單來說 就是 學多些不同的生字 然後 很多時候 將它拼合 其實就會變成一個新的文型 那我們明天再講其他的文型 如果你想找生字的話 你可以去我的IG 如果你想看多些日本的資訊 就去FB 那我們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掰掰